大家好,我是九姨,欢迎回到我的频道。 收藏的编程学习平台安利给大家,这个平台在不翻墙的情形下也是可以使用的。 网站的链接我会放在视频下方的说明栏里,有需要的小伙伴可以自行获取。 话不多说,我们现在就开始。 首先我们来到这个网站。 在首页我们可以看到有优质包,培训班,电子书等等。 这些基本上都是需要付费的,但是我们的目标不是付费内容,而是有效地利用这个平台的免费教程库。 如果大家对付费的内容比较感兴趣的话,也可以自行研究。 我们点击这个编程页面。 这里是一个编码厂,里面会有一些编程工具和一些编码的分享等等。 比如各种编程语言,在线终端,网页开发技术,文档编辑器,都是可以进行使用的。 这样做成一个汇总的页面,也省得我们需要去各种网站找工具。 真的是很方便了。 然后我们再回到首页,我们点击工程教程。 这里有很多的基础性的工程教程,都是可以免费查看的。 我们随便点击一个看看。 我们可以看到这里有课程介绍。 点击目录里的章节页面,就可以查看详情。 这个网页本来是英文的,但是不用担心,我们可以右键选择翻译就可以了。 这里的工程教程都是免费的。 大家可以按照需要进行观看。 首页中间这些高级包和热门课程都是付费的。 我们再将页面向下拉。 可以看到这里有个教程库。 它的标语是最大的免费在线图书馆。 这里的教程是都可以随便查看的,并且涵盖的范围非常广。 也做到了与时俱进。 我们可以看看最新技术这一栏。 我们点击查看更多。 我们可以看到比如比特币、区块链、Docker、OpenShift等等。 这些教程都是有的。 我们随便点开一个看看。 里面一般都是图文讲解。 各种原理都会讲得一清二楚。 非常适合新手进行洗白。 当然还有其他的内容可供学习。 我们点击教程库边上的查看更多。 比如机器学习、计算机、科学、网页开发、编程教程。 移动应用、程序开发、数据库教程。 微软技术应用以及大数据分析等等教程。 甚至是一些基础性的学科知识也可以在这里找到。 比如说物理、生物、化学、课程。 甚至也可以涉猎运动类的教程。 简直是无所不有。 总的来说,无论你是想学习编程还是其他的一些知识。 这个网站对你来说一定是有用的。 无论是入门还是原理的学习,都可以从这个网站上获得灵感。 我在这里也就不一一展示了。 大家感兴趣的话也可以自行研究和探索。 如果这个视频对您产生了一定帮助的话, 请您留下一个赞。 或者可以在评论区发表您的想法。 如果您喜欢我的视频, 可以点击订阅,点亮小铃铛。 这样就不会错过我更新的内容了。 好了,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。 我们下期再见。